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29日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他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学身悟透坐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走中国特色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王沪宁表示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 这次参观团成员 都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希望大家当好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模范 从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民族地区的历史性巨变中 振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当好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模范 让各民族像十六子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不断增进五个认同 当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模范 积极支持参与推进改革 当好带领各族群众 实现共同富裕的模范 让各族人民共见共享 中国式现代化成果 石泰峰 慎怡勤参加会见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 由2024年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代表组成 共150人